朋友们好,下面我们来练习画葫芦 葫芦是中国画当中非常常见的题材 我们表现葫芦可以用到国画的一些常用的表现方法 以及一些用笔方法 我们调节藤黄和珠标 然后用侧分画出葫芦的形 流出葫芦的高光 注意颜色的变化 就说这个红色的颜色变化 将葫芦的形要表现得自然 生动 然后我们在旁边用同样的方法 再画出另外一只葫芦 接着在左上角再画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我们用藤黄多一些 就说它是刚刚长成熟的一个葫芦 几个葫芦之间要形上 颜色上都要形成一定的色差 接着在右边我们画出葫芦的花 用侧分点出花瓣的形状 然后在它的旁边再点一朵小的花瓣 再点一些小的花瓣 然后调节墨色 用侧分我们来画出葫芦的叶子 注意葫芦叶子的形的表现 用侧分画出这个葫芦的葫芦叶子的形 这两片叶子我们用墨稍微种一些 接着在旁边和右边分别再画出一些葫芦的叶子 然后调节稍微淡一些的这个颜色 然后在下面再分别画出其他的一些层次不同的葫芦的叶子 在表现这个叶子的时候叶子稍微多一些 然后在画的时候注意拉开层次 在形上面呢 要把它去区别一下 然后再将这个上面的叶子呢 稍微调整一下 下面的叶子也局部的呢 再做调整 然后用墨点出这个葫芦底部的这个点 然后呢 接着在旁边的这个花瓣上面 点出这个葫芦花的花蕊 这一组花瓣注意它整体的形态 然后再勾出一些这个葫芦的藤枝 让它呢 延伸到叶子当中 然后进一步的呢 完善一下这个葫芦的这个汁 接下来呢 来表现这个葫芦的叶脉 调节稍微重一些的这个墨色 分别画出这个葫芦的叶脉 叶脉的线呢 要轻松流畅 然后呢 再画这个右侧这一块的叶子的叶脉 线条呢 稍微细一些 依次分别呢 画出这些叶子的叶脉 这样呢 这个叶子的形呢 就更形象 将这个叶子的叶脉勾勒出来以后呢 每一块叶子的形 已经呢 走向 就会更加的形象和具体 再将这个左侧的叶脉呢 再勾勒一下 然后呢 再将上面这些叶子的叶脉呢 也分别 都把它呢 再勾勒一下 这样呢 这个叶脉都勾勒出来以后 这些叶子呢 就逐步的呢 形象和具体起来了 接下来 再呢 调节这个墨色 我们在叶子中间 再加一些这个葫芦的藤脂 在画藤脂的时候 注意藤脂的这个穿插关系 就是说它在这个 它跟葫芦以及叶子之间的这个穿插关系 要呢 有连贯性 交代清楚 再给藤脂呢 增加一些细节 让它呢 更生动 看一下画面的整体效果 然后呢 再进一步的来完善整个画面 在右下角 然后呢 将这个葫芦的汁 进一步的往下来延伸 接着呢 再给它画另外一只 将这个葫芦的藤脂呢 画得完善 充分一些 然后呢 右边 在叶脉中间 再点一些这个葫芦的这个藤 在画这些藤的时候呢 要注意整个的藤呢 它的大体走向 要连贯 其实呢 要整体的 以气呵成 整体的这个走势呢 要明确 再给这个葫芦呢 藤脂 再局部 再给它去 做一下调整 局部呢 再完善一下 叶子中间 再增加一些 这个藤脂 那应该是 咋子中间 现在 对 这 不是 的 然后呢 在这个 夜脉下面再去点一些点 进一步呢 吩咐一下这个 质感 我们在表现 这样的协议过话的时候呢 就是说要注意 整个画的这个顺序 以及层次 像这幅画呢 就是我们的主体呢 是表现这个葫芦 先呢 把葫芦的星画出来 然后呢 再画叶子 然后呢 最后画这个葫芦的藤真 按这样的层次顺序呢 来表现 再呢 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 注意画面的这个一些细节 以及呢 画面的这个组织布局 画面的整体效果 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呢 要及时的进行调整 到这里呢 这个葫芦的 这个画面的整体效果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对画面的局部 调整一下 整体的 看一看这个画面的效果 呃 局部的地方呢 再完善一下 呃 在这个左侧 我们呢 再往下画出一个人团枝 然后呢 注意团枝的用线 呃 将这个葫芦的这个汁呢 呃 把它表现的要自然 给它再去点一些细节 呃 然后呢 再调节这个颜色 画出这个葫芦 画的这个 画半的这个纹理 呃 用这个小的线 画出画半的纹理 这样的 呃 让这个画面的效果呢 更加的完善 好 这个葫芦呢 我们就表现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